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委托人来自辽宁大连的史作品 2017年他开了一家主营陕西特色小吃同关肉夹馍的小店 起早贪黑苦心经营 几年来小店已经出具规模 但是2021年8月他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理由是他的小店侵权了 辽宁同关肉夹馍维权群有20多个成员 他们都有相同的遭遇 一夜之间成了同关肉夹馍协会的被告 这其中大连的史作品非常活跃 时刻关注着每一家诉讼的进展情况 小本生意 很多人为了应诉都关门好几天不能营业 一下子从天而降 这种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灾难 史作品 早年曾专门到陕西学习肉夹馍手艺 地道的风味为他赢得了不错的食客口碑 他的小店每天从早上六点营业到晚上十点 一到饭口店里都是热气腾腾忙忙活活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认认真真的学手艺本本分分的做生意 却突然收到了诉状成了被告 当时就觉得很正经 没接触过 从来没接触过第一次 其实觉得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起诉书中 同观肉夹馍协会列出的侵权理由为 攀附原告商欲及影响力 以达到盈利目的 侵害原告商标权 协会方面称 不想上法庭也可以 解决方法很简单 加入协会 交纳商标使用许可金 九万九千八百元 无奈之下 史作品向对方交纳了一万元 和解金 这才平息了这场官司 而更多的商户则毫无头绪 只能硬着头皮去硬诉 然后纷纷败下阵来 就复兴的一家 安山的一家都判输了吗 一个六千 一个八千 那他们现在是什么一个进展 什么一个情况 他现在就是那个上诉吗 不认可这个一审判决上诉了 大家都有一肚子的疑惑 我就是卖个膜 真的侵权了吗 九万九千八百元的加盟费 合法吗 不交的话 这份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吗 其实谁心里都很迷茫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不管它合不合法 我觉得是不太合情理 对老百姓来说 这首先非常的不公平 石作平联系到节目组 他要代表所有被起诉的 同关肉夹磨商户 请律师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 委托人石作平 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录制现场 如果他能承诺所言属实 我们三位金牌律师 将竭力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在节目的最后 他也将选取其中的一位 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委托人石作平 请你承诺 你接下来所陈述的皆为事实 并且你为你所陈述的事实 承担法律责任 我保证本场均为真实表述 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石先生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你好主持人 其实可以理解 为你今天不光是代表了你自己 更是代表了跟你有相同经历的 肉夹磨的这些店铺的老板是吧 是的 我们辽宁一共有20多家 跟我一样的遭遇 全国一共有300多家 那你当时怎么联系到 这些跟你有相同经历的人呢 当时是咱们的一个同行 也是咱们辽宁的一个同行 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 有这么多跟我一样遭遇的人 你当时是在处在哪个阶段 我整个大连好几家店 第一个跟对方和解之后 又出现我第二个店第三个店的时候 然后才发现了有这样一个集体 你当时是已经解决掉了第一个店所处的麻烦 正在为第二个店和第三个店疑虑的时候 恰巧接到了他 邀约你进这个群是吧 是的 你当时接到第一家店被告的传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当时就是感觉非常莫名其妙 也不能理解 然后也是非常慌乱 可以说非常无助吧 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严重 所以我才去咨询了几个律师所 但是从律师所里出来我非常失望 大家没有一个律师告诉我说 这个事情我肯定是占理 有的说可能是涉及侵权了 有的说是这个东西也可以打一打 试着打一打 所以你选择了用一万块钱和解 因为我考虑了综合考虑了一下 律师的费用也不低 要五千的一万的两万的甚至都有 交了这个律师费也没有保证我能胜诉 所以说在法院的这个建议下 我就跟对方进行了沟通 所以这是一种妥协 算是吧一种无奈 那我们回溯一下 你怎么开始经营这个小店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旅行 也比较喜欢陕西 喜欢陕西那边的风土人情 几乎每年我都要到陕西那边去走一趟 吃了一些小吃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同关肉夹馍非常有特点 而且也符合东北人这边的口味 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个项目带到大连去做 陕西同关的工艺来做肉夹馍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这个同关肉夹馍它主要是体现在它的工艺比较特殊 这个馍呢它是烘烤出来它的皮是酥脆的而且是带很多丝 就是牵丝的这种感觉 你咬一口都掉渣这种 它配上这个我们就用那个料卤制出来的卤肉 口感就非常的香非常独特 带回大连以后很成功吗 还算比较顺利 非常受到大连这个食客们的喜欢 尤其我们也做外卖到店里吃的一些顾客反映说 我在家里那边想吃你家东西订不着 距离太远了 能不能到那边去开一下 那边市场也挺好 所以说就现在已经开到五家店了 那你已经经营了前前后后有四年的时间 然后已经到了五家店 你现在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吗 是的 因为做的比较不错 我也非常这个看重这个这份事业 所以在2019年我申请了 以我的姓氏命名的一个自己的品牌 2020年初已经拿到了我的商标注册证 这个商标是什么呢 叫史记老同关 因为我姓史 所以叫史记嘛 后来你发现跟你有相同经历的这些店主 你们组织了这样一个维权群 他们的经营情况和他们的现实生活 什么样的呢 可以说我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其实在群里更多的时候 我们交流信息的时候 我发现大部分的经营业主实际上是很困难 尤其是近两年在这个疫情影响下 很多人都是威力甚至是亏损状态 有的人是在咬牙挺着 因为房租已经交了 我不做也不行 对吧 甚至有很多在群里的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选择了关门倒闭 我不做了还不行吗 本身也不赚钱 一两个小店的倒闭 看似是个体故事 但一张张从同关飞向全国各地的法院传票 却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和社会舆论的持续发酵 2021年11月24日上午 同关肉夹馍协会的官网疑似被黑 满屏滚动着无良协会的字样 11月25日 当地政府介入停止了协会维权 11月26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文称 协会无权收取加盟费 当天同关肉夹馍协会公开发表了致欠信 而史作评认为 虽然有了官方声音和态度 但协会依旧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而那封道欠信 只是平息舆论的缓兵之计罢了 但是你想没想过 有一天你经营了这个 同关肉夹馍的饼店 能够成为新闻的风口浪尖上的这样一个事情 没想到完全没想到 因为我本身我们是做美食的 我们希望是美食栏目来拍我 是吧 结果美食栏目没来 你们法律栏目来 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的确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我们看到 前有逍遥阵的胡辣堂 后有库尔德香离 很多网友都在打趣 说北京烤鸭 锦州烧烤 兰州拉面 是不是都在那瑟瑟发抖呢 你如今你怎么看 所谓的这个行业的规范 或者是协会的规范 来对你们的制约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有一个协会 对这个行业的规范 还是有帮助的 但是首先前提 你这个协会必须得 自身得过硬 你得为这个行业 做出个贡献 对吧 最起码的 像我了解过很多 像这个沙仙小吃啊 这一类的 人家的那种协会 每年都举办这个 整个同行的一些交流大会了 还有一些美食节等等 但是同关肉夹馍 这个协会很莫名其妙的 出现这个事之前 我们全国的这些同行 没有一个知道 这个协会的存在 那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 你这个协会到底都做了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 对这个行业指手发脚 甚至说来向全国收取 这个保护费 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 诉求是什么 我代表全体同行 想向同关肉夹馍协会 现任会长王华峰先生 问几个问题 与以往嘉宾寻求法律帮助不同 本期当事人史先生的首要诉求 竟然是向同关肉夹馍协会会 市长公开提问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协会为整个同关肉夹馍这个行业 做出了什么特殊的贡献了吗 第二问 这两年实体经济非常的困难 你选择做这种缺德的事情 你亏心不亏心 你的良心何在 第三问 什么时候把这些赃款还回来 如果你王华峰 还是个爷们的话 站出来 想说的话很多 其实每天晚上躺 脑海里就是这些话 都不断地在重复 觉得这个事情 协会做得太不地道了 你能不能再减述一下 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首先是这个钱 是我们起早贪黑的血汗钱 我们交给你了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不是我们错了 是你错了 那么这个钱理所应当 你就应该给我 第二个诉求就是 希望大家帮我们 做肉夹膜的这些人 去分析一下 今后我们这个在经营过程中 到底能不能够合理地使用 通关肉夹膜这五个字 你带来了什么样的证据 第一个证据就是 这个 通关肉夹膜协会发的那封道歉信 在这封通关肉夹膜协会公开发布的致歉信中 协会称自己把不忘初心 全心全意为通关肉夹膜经营者服务的宗旨丢掉了 还表示会立即停止维权 积极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但是在史先生和商户们看来 这封信语焉不详不够诚恳 也没有善后的具体措施 99800这个数字 在你经营肉夹膜小店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如果我用这个肉夹膜来 这个打个比方吧 就是像我们做肉夹膜 一份肉夹膜 一个肉夹膜卖市场价一般 就是在8块钱到10块钱 刨去原料成本 猪肉的成本 再刨去房租成本 还有员工人力成本 最后一个肉夹膜的纯利润 应该也就不到20% 也就是1块6到2块钱 基本上这样嘛 2块钱 如果是按2块钱 卖一个膜能挣2块钱来说 那么协会的这个加盟费 99800 也就相当于我们需要卖5万个肉夹膜 才可以把这笔钱赚回来 但是你一天能卖多少个肉夹膜 一般的店基本上一天能卖100多个 甚至有的大部分一些店也就100个都卖不上 按照平均的来说 一天如果卖100个肉夹膜的话 那要做一年的时间 都卖不上5万个肉夹膜 那针对史先生提供的第一份证据 也就是肉夹膜协会的道歉信 请三位金牌律师提问 我想问您您刚开始收到比如说 同关肉夹膜协会的起诉书 或者相关的维权的通知的时候 您有一种被敲诈的感觉吗 有 有没有一种摊上事的感觉 是他上事的 但是确实经过一番思考 我觉得这就是巧诈 那我还想问你 比如说同关肉夹膜协会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公司主体 有没有向您发出过通知 要求您加入我这个协会 或者是加盟我 然后要支付加盟的费用 有这样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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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 在原告他自行终止维权 主动撤诉 那么咱们这个事情 就一了百了了 这个言外音就是呢 我们放你一马了 这个钱呢 你也不要再跟我要了 那在已经下判决的案件 据您了解 一般判决的金额 大概是多少呢 一般都是在五千到一万多 辽宁省这边有两个判败诉的 一个是六千 一个是八千 浙江那边有判一万多的 有一万四的 还有一万一的 那要根据这个情况 您和解的金额 却高于了我们本地法院判决的金额 对 是的 我想问一下您 您的肉加膜手艺是在哪里学的 在西安学的 您在经营过程中 是否对您的客人表示或者暗示过 你是同关肉加膜协会的会员呢 从来没有 对 你也并不想攀附他们 没有攀附之处 因为我首先我都不知道这个协会的存在 据你了解 这个同关肉加膜协会 是否真正的履行了 它应该作为协会该履行的职责呢 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一场闹剧 而且协会这一次大面积诉讼 不仅没有达到就是协会应尽的一些 义务和权利 反而是使这个行业受到了一个 巨大的一个破坏 我要做同关肉加膜 我就得交十万块钱 那我换一个别的项目做行不行 全国有名的小吃 有很多很多 我为什么非要去花这个大成本 去做你的同关肉加膜呢 所以说势必会导致一个 什么情况呢 以后老百姓再想吃 就只能到同关县这个地方去吃 而在别的地方 可能就根本就吃不到 那这对这个行业来说 那当然是一个灭顶之灾 针对第一份证据 X律师请提问 你刚才说你学这个肉加膜是在哪学的 在西安 在西安学的 西安和同关是有一段距离的对吧 所以你并没有吃过同关当地的这个肉加膜 你要说就是那个地方产的那时候 我没吃过 和解给了人一万块钱 这钱给谁了 钱给直接打到同关肉加膜协会的 对共账号 主持人我没有问题了 三位金牌律师有疑问吗 刚才听X律师所讲 一直在强盗 我们史先生没有去过同关本地去学肉加膜 而是在先学的肉加膜 我不认为史先生没有在同关本地学肉加膜 就不能在大连开一个同关肉加膜的店铺 因为我认为这个同关肉加膜这个店铺的意思是 同关风味 同关口味的肉加膜 它是区别于陕西本地其他肉加膜的 我们了解肉加膜有很多款式 我看到店铺写着同关肉加膜 并不会想到这个肉加膜肯定是来自于同关本地 面是同关的 肉是同关的 它不现实 问题就在这里 史先生面对的这个法律争议是什么呢 是说你就是不能叫同关肉加膜 你没发现吗 是说我不管你做的是什么风味 我不许你叫 你叫了要赔钱给我 首先同关肉加膜协会它注册的是一个集体商标 集体商标它本身就有公益属性和这个公用的属性 我们都知道同关肉加膜五个字 同关是地名 肉加膜叫通用名称 那么那商标法也明确规定了 在这个集体商标它包含了地名和通用名称一般的情况下个人也好单位也好 它是不允许注册这种含有地名和通用名称的商标的 那么同关肉加膜协会为什么可以因为本身它有维护这个行业稳定的发展 为这个肉加膜的产业提供一些便利跟扶持的这样的职能 我相信你也听清楚这个史先生他的这个诉求了 一个是把他复制剧的钱要要回来 第二个呢他是希望他以后要光明生大地 要使关于这个知识权保护要有个说法 我不知道您刚才这段话跟他的这个诉求有什么关系 在这里我要提醒X律师 史先生说的我们那个同关肉加膜是作为一个集体商标去注册的地理标志 他的这个注册人实际上是没有权利去授权其他人去使用 在这个同时呢他也没有资格去收取相应的加盟费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提起的这个诉讼 我认为起诉我们商户并主张赔偿是欠缺一定的法律依据的 你想他没有权利起诉他不应该起诉 但问题是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不是这么说的 法院已经有判决按照X先生的说法 已经判了有些这种商户赔5000到6000不等啊 那你们三位现在解决的问题的方向是啥呀 方案是什么呀 虽然对方已经提起了诉讼 但是我认为对方提起这次诉讼的目的 并不是他们表面上所表述的是为了公益公共利益 而是为了他们相关联的企业收取加盟费 这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他们只不过批了一个合法的外衣 起诉史先生 原因是史先生侵犯了他的商标权 那我们好我们看一看他的商标是什么样的 我这里有一块板子 这是同观肉夹膜协会注册的同观肉夹膜商标 可以看出同观肉夹膜的商标最主要的部分实际是这个同观的图形 而底下同观肉夹膜加上拼音同观肉夹膜只是解释这个商标内涵的 它并不单纯的向外表示同观肉夹膜这五个字 因为你刚才强调是说他们都用了一个同观肉夹膜这几个字 实际上并没有用到那个同观那个图形 那是不是你认为面对组合商标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它的一部分 不会因此构成请权 这是不是你的观点 咱们知识产权确实应该保护 包括商标包括专利在内都需要保护 但它有个原则就是你保护的范围要隐忍 为什么要隐忍 如果你无限制的扩张自己的知识产品保护范围 它是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的 如果你连同观肉夹膜这五个字 都说是我的商标保护起来的话 那么以后同观肉夹膜的饼 同观酥脆肉夹膜 同观双层肉夹膜 是不是你都不让用了 其实对于商标法来说 企害商标的时候 不是说让这个消费者 对你这个商标之间产生混淆 而是什么呢 而是对商标所代表的商品产生的混淆 就是说至少是按照这个 这个同观肉夹膜协会 它的这种法律逻辑来看 是说我是正宗 我叫同观肉夹膜 我是正宗 而你用了这个招牌以后 你让人误认为你也正宗 所以你请权 我认为至少是 它的这个法律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不太同意你刚才的 关于这个请权这个策略的分析了 我还在希望你们当中能够明确地 回应这个史先生的他的诉求 就是说你怎么把这钱要回来 因为是什么呢 这个钱是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他主动给的 你怎么把这钱要回来 那么很显然呢 刚才我在对您发问的时候 那么也提到了 说您在收到这个情状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被敲诈 或者一种被胁迫了的这个感觉 那么对于这一个问题呢 很显然双方是在一个不平等的 信息不对称的这样一个角度 你是无奈不得已而做出的 这样一个赔偿 这种协议应该是被撤销掉的 所以我们依据这样一个法律关系 也可以向铜冠肉夹馍 要求我们支付它的费用 和我们维权成本产生的这个费用 那么要求法还 争论中 金牌律师提出了 集体商标和地理标志 两个关键词 铜冠肉夹馍协会 它注册的是一个集体商标 铜冠肉夹馍是作为一个集体商标 去注册的地理标志 试图证明使先生和其他商户的行为 不构成侵权 而在X律师看来 这个说法属于避重就轻 不太同意您刚才的关于这个 侵权这个策略的分析了 当事人若想实现诉求 必须拿出核心证据 X律师和三位金牌律师 刚才的论证更像是一堂 经营者应该学的 知识产权的必修课 同时也是一堂公开课 实现让我们看到 其实你未来路要走还很长 除了这第一份证据以外 你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这一轮我拿出来的证据 是我个人注册的商标注册证 还有协会注册的集体商标 擦亮眼睛 发现真相 第二轮来一举证试课 被同关肉夹魔协会起诉后 史作平对这个协会的商标注册信息 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 他发现 协会现有的注册商标 为图文组合 这和自己的商标 在外观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而且自己的商标 包含了35类广告推销 43类餐饮 餐馆 快餐 而协会的注册商标分类 只有30类 方便食品 他觉得 自己持证上岗 而且商标注册分类项目 比协会都要全 协会维权 无论如何 也不应该围到自己的头上来 好 针对第二份证据 三位金牌律师请提问 针对您的这个商标 问您几个问题 您在使用这个商标的时候 是否是出于善意的 您觉得您在使用 铜关肉夹馍这几个字的时候 是没有想到会侵犯他人权利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是的 您在使用铜关肉夹馍五个字的时候 和您的史记老铜关肉夹馍 您有过区分吗 或者是说在您的大的这些牌匾上 是否都体现出来您使记老铜关的这些字样的 对 都有 正好今天我也把我的这个 肉夹馍的这个纸袋包装也拿过来了 为什么拿了两个呢 我就是第一个是我 以前一直在沿用的一个纸袋 这个纸袋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确实老铜关比较突出 但是我的史记是红字 在上面也有这个史记老铜关肉夹馍在下边 然后这个是我10月份开始使用的 为了不再被别人碰瓷 把史记更加的显著了 史先生 您了解铜关肉夹馍这五个汉字 它用没用来注册过商标 也注册过 对 没有logo的铜关肉夹馍这五个字 它也注册过 也被驳回了 也被驳回了 所以说既然商标局没有同意 它铜关肉夹馍这五个汉字的注册 那么我认为 仅仅使用铜关肉夹馍这五个字 是足以区分 它注册下来的这个图形 铜关肉夹馍商标是区分的 那您和一同被起诉的其他的商户 有没有比如说 受过我们行业内的行政处罚 或者是给这个铜关肉夹馍 这个品牌造成过什么影响 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我也没有听说过 铜关肉夹馍这五个字 没有经过任何的注册 也就是说它不专属于任何一个持有人 就像您说的铜关肉夹馍这门手艺 这个品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老祖宗不是专门给铜关肉夹馍协会留下来的 而是给广大的从业者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要经营好自己的品牌 不给铜关肉夹馍这五个字抹黑 这就足够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 我们还是把这个情况想的有点复杂了 针对第二份证据 X律师请提问 你早期使用的那个纸袋 我刚才看你展示的时候 就是你既然申请了 史记老铜关肉夹馍 你为什么你早期做那个纸袋里边 史记两个字做得特别小 几乎不太容易看见 然后把老铜关写特别大 为什么呢 当时我是找了专业的人去设计 设计的时候呢 就说我这个牌匾如果设计的好看 大字可能只能承受三个字 作为一个餐馆 所有的餐馆都是一样 它一定是先想让人家知道 你这个店是卖什么的 所以一定是先突出 这个店里的商品是什么 我不可能把史记放大 两个字放前面 然后把铜关肉夹馍说成小字 这样很多人进来看 他都不知道你是饭店 还是说卖书的 还是说卖服装的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 在我走进一家店或者路过的时候 那我一看 老铜关肉夹馍 那这时候可能我想到的 第一它不是白馍 它是酥脆的饼 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在不太了解某一个品牌的时候 我先要去做的一个初步的判断 这个我觉得在设计上是没有问题的 我之所以关注他把史记两个字写得比较小 我们不用会言 就是所有做肉夹馍的所有商户 他都知道 比较有价值的是铜关这几个字 铜关肉夹馍这五字 这个我不需要避讳 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铜关肉夹馍这五字 它可不可以被某一个人 或者是某一个机构 或者是某一个行业协会所专业活动 铜关肉夹馍协会 它作为一个协会来申请这个商标 它有没有正当性 其实他问的这些问题 比较接近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本质真相 铜关肉夹馍协会 他有没有这个资格来做这件事 我们三位律师刚才所表达的观点也是这样 就是铜关肉夹馍协会 他对铜关肉夹馍这五个字是没有专属权的 就算他拥有的铜关肉夹馍那个商标 它的保护范围也是非常非常的限定 我也理解X律师想到了 他这个商标的合法性 我们能不能把这商标打掉 从根本上把这商标给它打掉呢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其实不是商标的合法性 你要注意啊 我是说你要首先考虑到这个协会的正当性 为什么呢 我们之所以说他是不是商标流氓 那前提是他是谁 他是一群有志于做出最好吃的肉夹馍的这样一些肉夹馍的自称从业者 或者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传承人 还是有某一个或者某两个跟肉夹馍八干子打不着的人就是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协会 借着协会的名称来来免财不是一回事的 X律师提示金牌律师 拨开商标图形文字设计的迷雾 认清本案的核心 同观肉夹馍协会成立的正当性 而对于三位金牌律师来说 从这个角度考虑全盘会对他们原本的思路产生影响吗 他们的诉讼策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接下来请三位金牌律师阐述自己的诉讼思路 在您的这个案件里协会已经发出了致歉的信 他也已经发出了承诺 他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事件要做一个很好的处理 因为从这个角度看 这不是我们一户商户的案件 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我们行业的事 再放大了市场的事 这是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个热点的事件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建议您这边可以根据我们实际造成的这个损失 再结合我们已经出具判决的这些商户有赔偿的 还有他已经撤诉不需要赔偿的 可否以你们的这个方式 向协会去出具一个相应的 我们叫沟通函也好或者给他发一个相应的函件 要求他们书面的形式去回应 在什么时间段内给我们如何的恰当的去解决这些损失的事 我觉得双方这样去沟通一下 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关于您后续使用商标的这个问题 因为您前期有了我们很好的这个保护的意识 所以我觉得在后续的您的正常的这个店面的经营过程中 你只要恰当的正确的合法合规的去运用您所享有的商标的这个专用权 应该是没问题的 首先呢 对于同观肉加膜协会一系列包括滥用商标权等违法行为 我们可以向相关行政部门进行举报投诉 对同观肉加膜协会进行处罚 第二呢 同观肉加膜协会它的合法性 还有这个他们注册下来的商标是否应该被注册 他包括他们自己制定的同观肉加膜这个商标的使用规则是否应该被修改 基于上的问题呢 可以上商标总局申请注册商标无效 或者申请让他修改这个商标的使用规则 第三呢 基于同观肉加膜协会提起的一系列的 我认为是恶意诉讼的行为 咱们可以提起诉讼 因为恶意诉讼在本质上它是一种侵权行为 那基于这个侵权行为 我认为是可以提起诉讼的 我不建议去提起诉讼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 对方已经发起了一个诉讼 并且呢 法院已经认为说是侵权 那么这个判决在没有被纠错之前 它也是法院已经生效的一个判决 也就是认为我们对它进行赔偿是有法律依据的 现在我没有说我们要依据这个判决 让你把这个赔偿还回给我 这显然是矛盾的 是不客观的 所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那么已经支付出去的费用 怎么解决的问题 当然呢 如果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 那么我们要通过再审 审判监督程序去纠错 因为这也涉及到一个 我们所有的判决要口径保持一致 司法统一的一个情况 并且呢现在也已经有生效的胜诉判决 认为我们不应该去赔偿 通关肉加盟相关的款项 并且我们的商标使用行为也不构成侵权 这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情节 水先生 经过我们三位金牌律师和X律师的答疑解惑 您觉得你今天来的诉求有所变化吗 这个钱是我们的许汉钱 那么这个钱理所应当你就应该给我们 今后我们到底能不能够使用 通关肉加盟这五个字 我的诉求没有变化 那你是会选择主张同类客户 共同书面发函寻求诉讼的张燕律师 还是会选择主张先行政投诉再诉讼的王鹏菲律师 还是会选择主张应诉再审过旋沟通的张蕊律师呢 请选择 可否以你们的这个方式给他发一个相应的含件 基于这个侵权行为我认为是可以提起诉讼的 我们要通过再审审判监督程序去纠错 我还是选择跟他继续干下去 选择王律师 这个权利的保护我认为不能仅仅从金钱方面来衡量 可能你感觉这次钱没有多些就算了 但下次呢 下次来的时候可能钱很多 但是你没有上一次权利的争取 可能下次来的就比这猛烈的多 所以说我认为只要是权利被侵犯了 就应该积极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我觉得他说的就是跟我的初衷是一样的 我觉得不能让这样的一个居心不良的人去控制了这么一个行业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把礼给论清 然后如果真的他这边做的尤为法律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倾向于继续打官司去告他 法律碰瓷的活动 它的社会危害性不但是说 骚扰到了一些个体经营者的这种正常的经营活动 它还占用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而且是在利用一些 把各种法律规则的拼接的时候在此牟利 如果我们发现他了 防御渡县做不到 就一定要除恶无尽 那实际上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来说 应该针对这种现象要出司法界的事 对于商标局也好 对于专利局也好 应该就以此为界 说类似的事情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包括对于这种民政部门来说 你对这种行业协会的成立 一种必要的审查你是应该有的 就是要要求做到什么 它死灰不能再复燃 柳州螺丝粉 河间驴肉火烧 通关肉夹馍 兰州拉面 沙县小吃 在吃货的眼里 这些数着地名的美食 与地道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关联 特色美食带着香愁的滋味遍地开花 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 与此同时 类似的小吃协会不在少数 他们也起到了凝聚力量 互通有无的作用 但是近几年以协会的名义 打官司的比比皆是 如果确有侵权 依法追责自然不在话下 但如果是以生财的名义 肆意回到收割小店铺 是否既蒙了心智 又小了格局呢 金牌律师团 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擦亮眼睛 发现真相 感谢收看由顾眼第一部 来一夜黄素冠名播出 辽宁省司法庭特约不应的金牌律师团 一份嘱托一声召唤 金牌律师为您而战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